如果你近距裏附用抗生素 腸裏面会非常缺乏医生菌 因为抗生素会杀了医生菌 这种东西是适合你的 这个医生菌甚至有个世界的专利 就是不会被胃酸、胆酸破坏 为什么要说这种东西呢? 有时候我们看地铁广告 什么医生菌? 有几亿的医生菌在这里 其实是在进入腻裏面之后 被胃酸和胆液全被杀掉 或者杀到大部分被杀掉 其实在腸裏面没有很多 但医生菌专利保证医生菌才能溶 这种东西目前的医生菌 市面上很少做得到 按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今天很高興在這個時間可以透過嚴浩導演 當然大家知道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導演 之中的導演有很多的名作 而當中其實近很多這幾年 十年八載的時候 亦都為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偏方 特別在食療甚至在養生方面 都將他自己的心得 都是一一去公開和大家分享 因為目的都是想大家 都是要健康美麗和快樂 但是嚴浩導演 你明白嗎 就是我們在座這麼多位 智慧與美貌並重的嘉賓 他們經常就開始 就步入了一個比較成熟的年紀 他們就開始對於脫髮 對於可能開始中年發福 又或者又開始有很多擔心 可能又睡得不好等等這些 就開始煩惱了 每天照著鏡子的時候 哎呀 為何我這樣的呢 為何我這樣的呢 今天就要來請教一下你 究竟有些甚麼的提示 有些甚麼的匹方 可以讓他們大家都一起 身心靈健康 多謝Fion 多謝大家支持我 所有的健康呢 是由腸開始 即是腸健康呢 剛才說的很多症狀都會改善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由這裡開始講 這個 這個開始的了是嗎 OK 好了 今天又放了一段階段 今天呢 對健康有興趣的朋友呢 相信不只是關注自己的健康 那可能呢 更加關注這個家人的健康 父母啊 弟弟哥啊 有病痛呢 但是呢 就不懂得去照顧自己的朋友 我自己的大腦呢 十幾年前呢 就已經開始腦對化了 我讀者啊 我身邊的朋友啊 一頭髮啊 三膏啊 癌症啊 年輕一點的呢 濕疹啊 便秘啊 胃酸倒流啊 都有的 那麼呢 人類呢 就沒有完美的醫學的 人類沒有完美的醫學的 各種醫學呢 就互補這個空白的 那麼呢 就這個 在我和這個 以前大家都知道我寫的 寫專欄的啦 那麼呢 就在我和這個 讀者互動的過程裡面呢 我就發現了一個很大的 天然藥褲 藥褲啊 於是呢 什麼椰子油啊 益生菌啊 蒜頭水啊 部位食療啊 這類的東西呢 很多很多的 我今天向大家推薦的食療呢 只不過是從實戰的經驗裡面 證明有效的冰山一角 只是很少幾種的 因為實在 我們只有20分鐘的時間 要講了這麼多話 可能要講幾天了 哈哈 十幾年前呢 我在報社寫健康專欄的時候呢 我已經通過電郵啊 和超過二萬個讀者 去提供這個食療的建議了 就是他們寫信來 什麼什麼什麼事 那我就會說 你怎麼吃東西的 他們告訴我 那我就說 你不如這樣調整 所以呢 那個時候呢 就這樣開始了 那我就積累了很多經驗啦 那當年很多產品呢 在香港都買不到的 那椰子油 沒有人知道什麼 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椰子油 那時候 那我就跟 後來呢 我就跟一些好伯當呢 就開了食療主義啦 那我也帶了很多產品來示範啦 那剛剛過去的八月八號呢 我們就剛剛十周年紀念 啊 謝謝 謝謝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十幾年來累積的這個 這個寶貴的實踐的經驗 那我們這個時代的醫學呢 是比以前很普及的 大家都可以每年做體檢啊 我們人的壽命呢 就是 就是有人類以來呢 可能是最長的 以前是彭祖二百多歲 是不是 好像不是啊 好像不止了 那現在呢 但是這個也是很單一的現象 現在普遍來說呢 現在我們香港人壽最高的 全世界 已經連續幾年了 真的不能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經常都好像你們 這麼好的團體呢 就舉辦這麼好的聚會 和大家這麼好的朋友在一起呢 這個提高壽命 是很重要的原因來的 但是呢 各種病症呢 依然有的 什麼濕疹啊 便秘啊 腸激症啊 胃酸倒流啊 失眠啊 脫頭髮啊 關節痛啊 驚痛啊 腦退化啊 癌症啊 五花八門數都熟不清啊 什麼年齡群都會有的 那為什麼呢 那麼很多醫生都說不出了 不知為什麼 那不是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啊 這樣子 就是變成一種醫學的一種 就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事 就沒有治療到這個根本的病根 但是藥物呢 藥物呢 就會多到呢 眼花瘤亂的 抗生素 經常濫用 我們經常聽到 抗生素濫用 我們公司都來了很多客人 那些抗生素吃了幾種 醫生跟它改了又改 都搞不定 那怎麼辦呢 今天來我們公司 但是其實解決的方法很容易 比如這個 這個叫做 胃病的 一門螺旋菌 有一半的人類都一門螺旋菌 但是其實解決的辦法很簡單 後來來到我們公司 就用這些簡單的食療 解決了 再回去呢 醫生再驗 由醫生證明 它的幽門螺旋菌已經沒有了 所以這些 我剛才一開始就說 這些自然療法 其實可以在中醫和西醫之間 填一個空白的 那醫生菌很厲害 於是抗菌性也越來越高 抗菌又越來越多 好了 那為什麼呢 其實主要是 營養不夠 以及不夠豐富 我們不缺糧食 現在好像是說 肚餓 其實我也有慈善團體 已經十幾年 其中最近那幾年 就是深水埔派飯 我們都遇到這個經濟問題 最近剛剛今年停了 但是呢 就算是派飯來說 這些不夠食的情形 其實都不至於這麼嚴重 尤其是現在香港現代人來說 但是不缺糧食 但是食物失去營養 為什麼呢 基因改造 農藥污染 那些泥土被過分耕作 大家有沒有想到 那些泥成去種成一種 會不會很營養 沒有營養 就不停地擺農藥 還有呢 海洋生物 我們吃多點魚好不好 海洋生物呢 食物在人類的垃圾裡掙扎 身體裡面呢 都是什麼抗生素 激素 化學物質 重金屬 微塑膠 這類的垃圾 最近呢 還要加上 排入海裡面的核廢料 這件事真是很恐怖 我很久沒有吃魚生 不敢吃 看著它流水 我都不敢吃 那是加工食物 高糖 嚴重缺少食物纖維 我們打不到大肚腩 長度就會長期發炎 我們會很容易有脂肪肝 口乾口苦 口臭 胸屈住 很容易覺得很惡心 腹肌整天都很脹 有氣 上下都有氣 很厲害 煩惱以撈 很容易生氣 小便黃 如果喜歡凍飲 就會經常得病 所以再加多一句 我們今天是講食療 但我們今天現在講的 最重要的是 一會兒講 怎樣才能去 先向我們身體排 先 你不講排 就不能講入 所以我們一會兒 主要一會兒講排 還有一兩樣東西 如果要講 淵淵Sir 你簡單地講 最佳的飲食方法 我和你講兩項東西 你不要吃 一項東西你不要吃甜的東西 一切甜品是人類的大敵 就是這樣講 講完了 講完了 人類的大敵就是甜品 所以可樂 白糖做的任何東西 再加上精細的食品 白粉白麵 披薩 包括白鹽 白糖 任何白色的東西 你不要吃 除了淮山 和白盒 這些白色的東西 都可以吃 其他這些東西 你不要吃 冷飲 是女性的殺手 女殺手 不是那些帥哥 麻煩你 是冷飲 冷飲 喝了去 女性受垃圾食品 和冷飲的攻擊 受到的攻擊傷害 是比男性更高 女性更加容易得病 垃圾食品等於女性更加容易得病 還有WiFi WiFi 這些東西都光炸了現代人 電磁波 就明明明進入室內 3G 升到4G 升到5G 這些看不到的東西 會入了我們的皮膚 入了我們的心臟 入了我們的器官 在2011年 有些人說 阿嚴先生 你有沒有搞錯這些東西 又看不到 又問不到電磁波 怎會傷害我們的身體呢 在2011年 世衛將這些電磁波 歸類為可能的致癌物質 我不少朋友和讀者 都是電磁波的犧牲者 手機發射塔的高頻電磁波 如果這些東西對健康無害 那為何世衛要把電磁波 歸類為可能的致癌物質呢 以上種種種呢 只要我們有一天 在地球上呼吸緊呢 對身體都是無形的壓力來的 新冠疫情3年 教釋我們的就是 第一 細菌是外來的 病毒呢 就不是外來的 病毒呢 就在我們的自身 自身的免疫力低下 我們自己身體的細胞造反 我們自己的細胞造反 病毒呢 可以利害到令人觸手無策 所以其實 COVID呢 是我們自己身體的抵抗力低了 再被人感染到的 所以疫苗呢 不但不能夠防止感染 還會和病毒一樣呢 會留下多種後遺症的 大家都知道 COVID之後呢 這個 這個 防疫針是不對的 那個呢 又說會害人 這些東西都走出來 現在走入棄獄了 那怎樣要自強呢 是吧 怎樣自強呢 下一張 下一張 這個傻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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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明知自強不容易 但仍然堅持做實戰者 以及做分享者 第一重要呢 就飲夠水 身體不夠水呢 就無法排毒 血呢 就會很激 會眼乾啊 皮膚乾啊 還會關節痛啊 便秘啊 生腎石啊 等等 感冒菌呢 最喜歡出現在你的喉嚨 你喉嚨一乾呢 它們在黏剝上面呢 那些菌就來了 所以你不要給它機會 不要等渴的時候才喝水 很多時候你渴才喝水呢 已經是有點遲了的了 那沒有人呢 更加要注意 湯水 有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 阿妍Sir 我喝了很多湯 很多咖啡 很多茶 不用喝那麼多水 湯水 咖啡和茶 不是水 它們被身體代謝之後 產生垃圾 因為這些東西 進了身體要代謝 代謝之後 這個垃圾 那個垃圾 誰跟你掃呢 清理你家裡的姐姐 他進不了你的腸裡面 是不是 都要靠我們喝水 沖回去走 所以湯水 咖啡和茶 不是飲品 不是水 幾乎所有的病 都從長度開始 特別是病毒 和腦退化 我知道我們有位 腦退化的大師 所以 腦退化 腦退化的醫生 不好意思 我意思是說醫生 這樣就 這樣就 這個 腦退化 腦裡面 很多 我們有時候覺得很幸福 那些幸福呢 那些幸福感呢 是來自於我們的腸 我們有兩種荷爾蒙 對我們的幸福感 是很有 很重要的 大部分其實是生產 生產在我們的腸裡面 然後通過一個 生化機制 進入我們的大腦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 一個生化的過程 來的 是真的只有做物主演做得到的 在大腦裡面做了 一些荷爾蒙 輸回到腦那裏 所以腸不好 大腦很容易退化 腸裡面的好物品種 有千千萬萬 但是 惡菌呢 也都千千萬萬的 這些菌呢 我們現在在談 聊天 他們跟我們打仗 我們的好菌 跟我們 那個壞菌 現在已經在砌 你知不知道 分分鐘打仗 分分秒秒 所以我們的健康 每天改變 有時候我們說 唉…我這一輪 好好地地 明天我就不舒服 唉…整天都這樣 正常的 我們的健康 是每天都在改變著 因為我們 腸裡面的腸道 會根據我們的情緒 根據我們的飲食 根據我們的氣候 根據我們的情緒 是不停地變化的 因此它不停地變化的時候 我們的健康都不停地改變 所以呢 大家都知不知道 那位叫南淮緊 南淮緊 南淮緊是一位 一位 一位 賤學的大師 他都度尿很大年紀 但是他年紀大的時候 就是好像 到我們那樣 年紀的時候 是不停地吃藥的 他自己說 是不停地… 他那個年代也沒有醫生菌 就是沒有這些 性物補充 就是薪補充 是吧 我們就比他更幸運 所以我們會比他更加長壽 由於這樣的改變 即使是健康的食物 亦都會出現代謝噴難 我們吃健康食物 我們吃士多啤梨健康 我跟你說 如果已經有濕疹 就不要吃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可能是惡化的 痛風和胃病 都不要吃花生 大家都花生 健康都不能吃 如果有痛風和胃病 就不要吃了 如果長度健康是反反覆覆的 那你就不要吃 剛才我們說的 甚麼小麥做的 甚麼白麵包 白麵 牛奶 白麵包 白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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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麵粉做的東西 你不要碰它 牛奶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喝的 小麥自小 一喝牛奶就肚餓了 我想像那些鬼仔的 焗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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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我喝牛奶 永遠不關我的事 我記得我讀完書之後 回去長洲 嘩 剛剛有些西洋感覺 行行行行長洲 口汗 拿牛奶來喝 喝喝喝喝喝喝喝了一半 到處找廁所 永遠難忘 不是每個人都消化了奶 還有一些蝦蟹 也不是經常吃得 胃是很容易受情緒 食物和年紀的影響 所以胃是我們的健康根本 中醫都知道胃是厚天之本 但最容易被這些影響 我們為酵素分泌少了 就會出現很多健康問題 這個時候就要持續補充消化酵素 這就是講到我們的正題 講到今天的事情 持續補充消化酵素和醫生菌 我今天就打了醫生菌 現代很多人都是腸疾症IBS 就是腸太敏感 如何為止IBS 就是一會兒肚子餓 一會兒肚子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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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很心煩 這個就叫做C 這個就是C精粉 專門對這個好效果 加上消化酵素 消化酵素 這個不是 消化酵素 另外在桌面有 這樣就 判數搶擊症的患者 下面會有搶漏症 這個大家未必必需要知道它是甚麼 那為何會有搶擊症搶漏症呢 根據最新研究 我們搶一個益生菌 好了 益生菌是一種活性的東西 我們現在在吃飯 那益生菌要不要吃東西呢 它要吃東西的 好 做一塊牛扒你吃吧 你經常伺服得我這麼好 吃羊扒好不好 牛扒羊扒吃 吃不到的 麻煩你 對不起 你給一塊花膠我吃 我都吃不到 益生菌吃甚麼呢 它吃粗糧 粗糧呢 譬如紅米 小米 草米 番薯 淮山 這些粗糧 如果你的飲食結構是白飯白麵 蛋糕 高糖飲料 可樂汽水 各種甜品 披薩 這類食物沒有纖維的 沒有一種東西可以吃的 又不喜歡吃菜 如果吃菜也好 又不喜歡吃菜 那怎麼辦 醫生肝餓 吃甚麼 你猜他吃甚麼 你說他吃甚麼 譬如我 吃甚麼 剛才你說粗糧 對吧 這些食物都不好吃 都不好吃 那吃甚麼 你番薯都不吃 有些人不喜歡吃番薯 吃益生菌 是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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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我們腸上的黏膜 嗯 即是對不起你 主要你對我不好 我又要吃你 嗯 吃黏膜就吃人 你明白嗎 所以黏膜 如果骯髒 他就吃了些骯髒的食物 是不是這樣 到了陰谷 生肝要吃人的時候 他甚麼都吃下去 這個時候 這個問題是 是我們自己 於是我們的腸 永遠都在發炎 你經常都肚痛 你可能不知道甚麼事 經常都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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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吃來吃去拼得多 沒有用的 因為醫生在吃你 吃著這條腸 我們就試一下 在每次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觀察一下身體的反應 有些人吃完某樣東西之後 會鼻敏感 會流鼻水 有些人皮膚癢 肚脹有風 吵吐 口臭 老母 集中不到精神 經常都肚痛 這些都是跟食物敏感 跟醫生菌有關的 那你說 嚴Sir 我怎麼知道 你到底哪些食物敏感 我們今天沒有帶來 那樣東西 就叫生物共振 那樣東西 就在歐洲 已經有 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歷史 香港都有十年的歷史 那你躺上一張椅子上 很簡單 我們測量師 就會測到你 哪些食物不值得 你要快點補充 補充什麼營養品 還有 前三樣 你要馬上 面對的病徵是什麼 你要處理它 這叫生物動陣 那將來 你如果有希望 你有這個需要 你可以來我們公司 幫你檢查一下 和你量身定 做一套食療 我比較喜歡的一種益生菌 就是這叫瑞典益生菌 它有四種的 它會迎合不同的腸胃狀況 我們叫它做ABCD 它為什麼經常都要說它呢 因為它市面上唯一一款 是做過人體實驗的益生菌 唯一一款 那根據歐洲的大學研究 剛才我跟歐洲大學研究 一班有腸癌的病人 服用了這個 這個 施士頭益生菌 大概一個月 腸癌開始改善 所以這些 這個研究在網上 可以看到 這件事 我報紙也寫出來的 那時候 醫管局常常都會問候我 如果我說錯話 都不行的 我知道 有一些腸 長度的西醫 是正在用利益生菌 但我不會說是誰 因為他們都很出名 那如果你近距裏面 附用抗生素 腸裡面會非常缺乏 醫生菌 因為抗生素 它會殺到醫生菌 這樣 這件事是適合你的 那這個醫生菌 甚至有一個世界的專利 就是它不會被胃酸 胆酸破壞 那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有時候 我們看地鐵廣告 什麼醫生菌 有幾億的醫生菌在這裡 其實就是怕你 進去裡面之後 它會被你的胃酸和膽液 殺掉 或者殺到大部分 殺掉 那你去到腸裡面 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醫生菌呢 就是專利 保證你只是在腸裡面才溶 這件事就是 目前的醫生菌 市面上很少做得到 好 那麼我們的焦小姐 就在這裡拼拼拼拼拼拼 是樣子 因為今天 原價這些是280元的 但是今天 只是9.9元而已 那 那 所以這個焦 Ruby就說 我們今天是慈善的 嚴先生你不要亂來 不亂來 絕對不亂來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 那麼 消化酵素呢 我們今天就沒有拿來 是不是 我們今天沒有拿來 那麼 為什麼要說這幾樣東西呢 因為呢 對腸好呢 你又要幾樣東西 第一 你要醫生菌要補充 第二 你要幫我餵 增加消化酵素 我們今天沒有帶來 那麼 那麼 重要就是說 你要排便 就要排得好 你每天要去大便 這樣才叫做好 那麼 有些醫生就說 一天排三次 或者三天排一次 都叫做正常 我們覺得 你三天排一次 就真是幾不正常的 你為什麼那個舊東西在裡面 在你 搶到三天 而且舊東西越來越大 每天大一點的 那為什麼叫做正常呢 那麼 那些時候 那些東西就會 反過來再次被消化 入 入回你的腸 入回你的血液裡面 所以那些毒素 會重新 你縮變 會入回你的血裡面 所以這個不是正常 好 但是問題就是 嚴重我真是 很難去 去不了 那麼 有時候這件事呢 就除了醫生菌 還有酵素之外呢 就這兩件事了 這兩件事 這個呢 就叫做阿賣子 這個東西呢 叫做車錢子 這些呢 價錢是很便宜的東西 那為什麼都要賣呢 因為呢 首先自己受益 我們剛才都談過 我們做這些大健康呢 剛才得益的是自己 然後是家人 然後是朋友 然後是社會 那所以這些 我有一些都吃的 那對那個 你怎樣吃飯呢 這些都是粉來的 這些是種子來的 那將這兩件事 混合 這個倒進袋裡 然後 然後 我我我我我我 我到那兩件事 混合在一起 然後你每天 下午呢 就用兩到三茶匙 把兩杯 一大杯水裡面 那就大概要浸 大概兩三分鐘 等它的阿賣子 慢慢鬆開之後 那這個時候呢 我自己就會加一顆 那些豬 那些油他命C 是吧 那另外 我會另外再加一些東西 但是Anyway 那這樣加進去呢 你就胸肚癮了他 那這樣見效是很快的 因為呢 它是給了我們 腸裡面的纖維 那這些東西呢 全都是醫生等的食物來的 第一 第二呢 它有纖維呢 所以它可以幫我們做事 它到腸之後 這些消化不了纖維呢 就幫我們 推那些不要的東西出去 所以呢 它是很保得手的 不會肚痛 它不會令你肚餓 它不會 它不會令你肚餓 不會令你肚餓 不會令你肚餓 絕對不是 它是一些很健康的東西 很健康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叫阿賣子 阿賣子 是植物中的蛋白質最高的 那如果你要吃齋呢 或者你平時要減肥呢 那你都要把這些東西 你放在水裡 阿賣子 其阿賣子 其阿賣子 不是差不多 是說到口 說到口 都說了 其阿賣子 那你把那些水裡 例如一瓶水 倒一些下去 經常喝著它 它會不停地跟我們補充蛋白質 太空、航空員都是吃這些東西 我們要持續管固我們自己的勉強 剛才的朋友都說起 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做這件事 每天都要做這件事 因為你剛才說 身體健康是每天都變化 所以每天都要幫助我們的身體 這樣的努力 結果就可以減低染病的機會 減染後都會很快就好 所以人其實是一堆食物 You are what you eat 英文都這樣說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要吃對應該吃的東西 同時就要吃到足夠的維生素 礦物質和脂肪酸 我今天另外再介紹一款 叫做陽激養生後果 就是這件事 我們都帶來的 那裏已經有些拆散了 大家可以隨便去吃 這什麼叫陽激呢 它就是瓦之竹 即是我們說的Archicule Archicule Archicule香港就不容易吃得到 歐洲就很多的 它們叫做蔬菜之王 這樣就可以疏乾护膽和抗炎 抗發炎 這樣有特性的 那這些陽激養生後果呢 是一種有 這個秋天是很對的 因為它紫咳 有咳你紫咳 它潤喉 化痰 殺菌 這樣就在這個時候 很適合去保護 保護到我們 在這個季節 那這個後果呢 是一位香港的營養博士 在台灣藍頭 他很有心 專門找到了很適合的有機農場 是專門種植的 種裡面還加了一些中藥 食療主義有很多客人 包括一位肺有腫瘤 他都說是功效很強 他除了可以清肺去痰 還可以抑制口腔細菌 減少牙肉和發炎和感染 這個陽激養生潤喉糖是20粒 原價70 原價70 焦小姐說呢 今天就單核9折 63元可以了 現在52元 75折 還便宜了 是 52元 原本70元 現在52元 好了 那朋友問我 怎樣才可以改善脫頭髮 那我再推介一個 維他命 維他命B加鐵 脫頭髮怎樣搞呢 維他命B加鐵 B加鐵 這樣就可以提升免疫力 還有可以改善脫頭髮的 不過如果你習慣性 晚睡習慣性都睡得很晚了 你身體受不了壓力 你可能會嚴重會脫頭髮 因此你要吃這些東西之前 要戒一些東西 即是 你只有一些東西要塞一些東西 因為有人問過 他說 阮Sir我很喜歡吃煙 我可以不吃煙 你可不可以不叫我戒煙 你讓我健康 他有個老婆同學 你快點說 我一條雙戒煙 但我又要健康 但我又要健康 我跟他講一個故事很簡單 我說有一個人 整天都凍 他穿衣服都凍 放在煙爐也凍 穿面臘也凍 火圍著他也凍 你知道為甚麼嗎 他住在喜馬拉雅山上嗎 你不下山 你怎樣可以避免凍呢 明白嗎 所以你一定要戒一些東西 真慘 戒的東西也不是那麼難 不如早上睡覺 甜的東西就算了 不吃了 可樂就算了 不喝了 搞定了 其實你吃甚麼都可以了 你不要吃甜的東西 不要吃冷的東西 其實你吃甚麼都可以 肚腩沒那麼大 肚腩很大 再談 肚腩很大有辦法解決 但你解掉它之後 它已經慢慢好 好了 脫頭髮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除了貧血 缺乏鐵質 還有缺乏維他命肌群 缺乏蛋白質 尤其是我們減肥 或者我們吃齋 或者我們情緒壓力大的時候 情緒壓力大的時候 都會脫頭髮的 你明白嗎 不夠蛋白質 都會脫頭髮的 內分離失調 譬如懷孕 我們更年期 都會有甚麼問題 食藥更加是 譬如 腦風濕 關節炎 化療 都會令到腫頭髮的 頭髮健康 要維打命B 和鐵質去補血 我們需要 那些血 將營養送去毛囊裡面 我們就找了一個 很高端的德國牌子 叫Tissel 我們今天有沒有帶來 Tissel 今天沒有帶來 也有帶來 焦小姐也有帶來 她說是鐵質 但她不是化學品 她不是鐵 沒有人去吃鐵 她是用泥墨的種子 去做的 就不是化學合成物 她的發酵鐵膠囊 是用專利技術發酵製成的鐵質 正在她對胃囊溫和容易吸收 就不會令到你便秘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對不起 說了很多話 好 謝謝 我每天都會再分享一下 好 謝謝嚴導演 其實總結來說 都講了幾個很重要的重點 無論你想要漂亮 沒有就紋 然後不會脫頭髮 肚腩又小一點 其實 記不記得問問大家 看看是否剛才聽書 最重要的是甚麼 最重要的 計甜 而是最重要的 腸要先搞定 你想想怎樣搞好腸 我們不是頭痛衣頭腳痛衣 反而去到根本的問題 怎樣搞好腸 腸剛才說了一個益生菌很重要 記不記得益生菌 最千萬不要給他一些甚麼 剛才說的糖和白色的東西 除了淮山和白盒之外 是吧 其他白麵粉等等 就盡量免食就免食 還有白糖白鹽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 不是勸人戒酒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喝 但不是喝到很多 酒精都會殺到我們的醫生菌 所以喝酒的人都要更加注重 要注意保充醫生菌 是 醫生菌有很多種 真的千千萬萬 每一種醫生菌 是幫我們做不同的東西的 所以醫生菌越多種越好 是的 所以就要留意一下 一切可能今天都要改變一下 你平時的養生習慣 先搞好一條腸 自不然 對的益生菌給自己的時候 再補充其他 可能維他命B等等的情況 就可以令到你有把很漂亮的瘦法 跟著 又可以令到你自己這麼簽 我們在說最重要fit 每個人的身形其實不一樣的 未必一定說要是瘦才是漂亮的 是吧 嚴導演 對的 是的 OK 好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再次給熱力的掌聲 多謝嚴浩導演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建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感情 我會把手推出 餘 我會把手推出 叫ân 回我